是怎样的性格让她口出狂言 是怎样的处境让她寒心至极 是怎样的家庭让她满腹委屈 矛盾重重的婚姻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危险关系 2017年2月18号 在江苏省太仓市的一个村子里 田大森的家中发生了一件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天在南面菜地里干货 回来的话我以前喝水的杯子 也放在下面的壳汤 喝了一口不对劲 田大森早上出门时倒好了一杯水 让他惊讶的是 等他回到家中时 却发现这杯水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注意看看这个水里不对劲 味道又大 田大森觉得这事很奇怪 他就和老伴孟小青说了这件事 我讲的话这个水什么味道 他讲没有什么 我讲不对 他说的不对 我喝给你看 他还把我这个杯子的水 倒了在自己的杯子里面 他还喝了一杯 孟小青喝了那杯水后 虽然没有出现不良反应 但是田大森觉得这事太蹊跷 他就找医生给那杯水做了检测 医生说水里有农药 南郊医院的医生他讲 药水味道肯定是药水味道 什么药水我也不知道 听了医生的话 田大森大吃一惊 自己的水杯里居然被人放了农药 究竟是谁要害自己呢 田大森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田大森决定报警 田大森告诉民警 妻子孟小青也喝了有农药的那杯水 令人不解的是 明明知道水的味道有问题 孟小青为什么还坚持要喝呢 劝说了大概15分钟左右 老太婆还是不肯去医院 老太婆说她自己身体自己清楚 她反正不肯去医院 然后就骗她 就要说我们先去派出所 在车上老头子老太婆两个吵架 吵得蛮厉害的 孟小青执意不肯 孟小青的这句话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终于孟小青说出了实情 当时也承认了 就是因为跟她丈夫感情不合长期的一个矛盾 那么产生了就是想把她丈夫堵死 然后可能自己也有一个清新的想法 田大森 孟小青 两个人都快70岁了 结婚已经40多年 孩子也都已成家立业 本该是安享天伦之乐的时候 孟小青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常的举动呢 他讲这个热子没有什么过程了 对于我家里搞得一塌糊涂 都搞得穷像样的 据老太婆讲 她下药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老头 长期对她家暴 据警方了解 田大森 孟小青一直感情不合 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也不融洽 2016年10月 孟小青出了一场车祸 田大森照顾她的同时提出 向孟小青要护工费 这让孟小青十分伤心 复工钱吧这是应该的 这个我做复工的 我本身我跟人家打工的话 做复工 我每个月也有这个工资的 我跟你老太婆的话 否则你 你把这个复工钱 我帮你做了 我这个钱的话你拿 拿是拿不行的 孟小青说 车祸后她行动不便 病情不见好转 她想去别的医院再诊断一下 但是田大森不同意 两人为此争吵了很多次 我心里想嘛 我想去问问我一个交情 这个车祸是在太昌这个地方出的 我想到昆山去看嘛 不知道报销不播销 就去看看的话最起码要上签 我的学家是要联系不合那边 因为看病的事情 孟小青一直心情不好 没想到几天后 自己又被田大森骂了一顿 下面那个小小台子上面放了两个水瓶 一个是喝水的 喝水的是自来水烧的 一个的话是井水烧的 井水烧起来嘛就是洗洗年啊 好好用用啊 早上的话那个自来水那个水瓶它到了洗年 他那个洗年水那个水瓶它不到 他被我看到了 我被我遇到你我妈 妈的心里心里想啊 想了想就他在这边 弄得这么大骨头了 但妈小儿子弄得比较小的这个样子 还有一种骨头呢 小小弄弄的 全是入学间的事 没干的 两人在家里闹得不愉快 田大森就去下地干活了 独自在家的孟小青就觉得呀 你看自己出了车祸身体不便 本应该是最需要老伴和孩子照顾的时候 可是不但得不到老伴的关心 孩子也很少和他们来往 孟小青认为这一切都是田大森造成的 一气之下 他决定用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 给田大森的水杯里倒农药时 孟小青心里很忐忑 他说因为农药的味道很浓 当时他倒了一点进去 害怕被田大森发现 他宣传的时候就是人家这个仇局 我想不回 你说你想我这个农药 你学的有农药你去中午的 案发后他自己喝过肥皂水 已经等于把自己肠胃清理过 他说没事了 下月的话我想跟他离婚 不想跟他过下去了 孟小青被警方抓捕后 田大森给孟小青送了被子和衣服 虽然他特别不能接受 妻子荒唐的做法 但是他选择原谅妻子的行为 我们这么些年的夫妻 终于有一点感情 但是孟小青说 等他行满释放后 不会再与田大森一起生活 哎呀 我们怎么去做 你怎么个努力 年前你是个不个人 动作困世愉快 我们做的情理就在哪里去 你就不满了 你当一个人 当一个初生 田大森和孟小青都是江苏人 多年前 田大森跑船做生意 孟小青在码头卖鸡蛋 两人就此相识 我们从来出来流浪 只要糟糕了 我们好了 以前都在外面做生意 碰到了 以后的话他干我 在家里的话 以前那个男的离婚去掉了 孟小青说 他之前结过婚 有一个女儿 离婚后面对田大森的追求 他心里有些犹豫 后来自己还是心软了 和田大森成了夫妻 没想到他们后来的生活 却是吵闹不断 我这个脾气很薄 我这个脾气很薄 还有一个他的话 就是嘴巴老人 性格恩 那你脾气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的话 就克制 最好的话就吵了打 孟小青说 儿子三岁时田大森赌博 孟小青就劝他不要赌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田大森还动手打了孟小青 孟小青说 自己怎么也没想到 每天要面对一个这样的丈夫过日子 他决定一走了之 但是这件事刚刚平息 又发生了一件 让孟小青无法接受的事情 对于出轨这件事 田大森却有不一样的说法 前几年人家小夫妻两个在这里 跟人家讲讲话好像都是 他看来就不对劲 好像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孟小青说 他和田大森之间 从来没有像别的夫妻那样 有说有笑 两人的生活里 只有各种吵闹 没有什么大事情 有什么爱吵 我也搞不懂 田大森和孟小青的关系 渐行渐远 他对孟小青实施家庭暴力的次数 更加频繁 经常一吵了 如果叫他滚 他不滚 主任来找我 他说你打架了 我家里打架管你什么事 我脾气相当暴力 我让我打死他的话 我自己去抢牌 孟小青说 自己在田大森面前 根本没有发言权 如果不为命是从 田大森就打他 压抑的生活让他十分痛苦 他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孟小青说 孟小青说 家里的钱都是田大森来管 孟小青给别人做护工挣来的钱 必须全部交给田大森 我做做的钱都有点拿去 五月份金都没有 孟小青说 怎么也没想到 和丈夫田大森最大的矛盾 是经济问题 也是这个原因 儿子很少与田大森来往 对于媳妇儿在我这里吃 这个儿子竟然又回来 还有孙子的 长期的一些费用都是我的 包括吃 我想你一个月给我三百块钱 不算多 在孟小青看来 田大森的眼里只有钱 我都有账的 你不给账的话 你给他搞不清啊 我给老太母吵 我想他要两千 你给他两千 我想要两万 你给他两万 你钱多啊 他牵你一个后 我都要叫三千年为止嘛 我儿子啊 如果不叫钱 他就别想整这个钱 人家儿子嘛 在外面打工嘛 回来嘛 最起码的嘛 带个两瓶酒 买个挑拔烟 一年到头啊 买一趟啊 这个不为之国啊 哪里有 自己养的 打儿子弄的那一举的 这个嘛小儿子比得好 这个还不小的 孟小青说 这个家四分五裂 这样的生活 让他看不到希望 我工商 厂里赔我六万 我做复工 奖金七万 我这些钱呢 我全部都在银行里面 我老了的话 我自己要放放 放放老吧 他对我没农包 下午里不是没农包 我没农包的 有支付款 你放两不干 很一样的一个 孟小青说 田大森给他自己 买了农包 但是没有给他买 没办法 我自己扣的仇 咱们我去年 自己买了农包 我买了农包 我买了农包卡 都不给我 结果我买了农包 吃得有缘五次压力 我就把它 我像是你的 鲜花树桶 一个口车 它嘛 所以我拿起来 放大了 你到那个时候 该用了不起用嘛 这也是什么办法 说得不好听 你经历死了 你没有钱 我不能的话 不打扰你 忙着你 你那个时候 还有盘茶子床 你那个茶子床 就你死了 这么多 那些是你床 死了 有那个皮肚的情多 你手扭了 孟小青出车祸后 田大森对他的态度 并没有好转 这让孟小青的心里 很不是滋味 这让孟小青出车祸后 我说哪个情内学评 多喜爱之名 没有了 你就太疯狂了 那每一听都要骂 什么事 坐上嘛 别拿嘛 哪个人都这个样子的 他心里面的话 还很恨我了 我也是看那个电视 一个中电视 然后弄腹这两个 客气那么大牛 多少个别想到 哪个别想到 老太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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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看到这个电视 我是一个好年 孟小青糊涂的做法 让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田大森说 他希望在孟小青 刑满释放以后 两人能继续生活在一起 两人的感情能否弥合 这个家能否和睦相处 还是一个未知数 四十多年的时间里 田大森作为丈夫 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吝啬 刻薄 冷漠 事前如命 还有严重的家庭暴力 就连照顾自己的老伴 还要伸手向他索要护工费 而且是理直气壮 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 在田大森眼里 钱比妻子孩子都重要 他为自己的养老 考虑的是相当的长远 可是家人 亲情 则完全没有放在他的心上 孟小青的委屈求全 换来的要么是打骂 要么是默不关心 这让他伤心至极 以至于对生活逐渐的绝望了 走投无路的孟小青 日积月里的忍耐 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 抱着玉石俱焚的心理 他做出了一个糊涂的决定 以至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而这个家庭 就这样长期处在冷漠的氛围当中 隐患重重 最终导致矛盾的集中爆发 俗话说得好 少年夫妻老来伴 彼此坦诚 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多多沟通 那才是表达爱 延续爱的方式 也才是婚姻的正确打开方式 我是许君 明天见